现在咱们招生考试是一体化 就高考一下定中身了 考上了 大学来招生就把你招走了 投档 你考不上就完了 这是考试跟招生一体化 现在咱要把它推进分离 怎么分离呢 就是我觉得这两方面分离 就是自主招生和会考制度 各行其事 什么叫会考制度呢 咱们现在也有会考制度 但执行的不彻底 就是我高中文理科不分了 九门学科都学 学目的是什么呢 不是为了高考 现在是把高中毕业跟考大学分开 就你这些不分科 你都得学 目的是为了通过高中最后的会考 表示你高中毕业 基础教育你合格了 要强调这个会考制度 这样的话呢 说我会考制考完了 我通过了 好 那你才能具备参加高考的资格 高考分开 比方说北大复旦这个联盟组织一个 人民大学组织一个联盟 咱们参加这个 那么他考什么呢 可能就考语文数学外语这三门 再加上一门 这一门是什么呢 你要报考哪类专业 比方生物专业 我加个生物 物理专业我加个物理 这样的话 同考的科目就会减少 这样的话 学生呢 在部分文理科所学的 目的是为通过会考 取得个高中毕业证 他没有高考任务那么急迫 所以他可以相对放松的学这些 而到这个招生这一块呢 考试的科目又远远没有现在高考 科目这么多 学生的负担相应减轻 就能够做到两个建国 所以我说会考制度和招生它分开 它前提就是这边把会考制度进行得好 那边自主招生 不要再搞全国统一的这种大高考 2012年4月 南方科技大学获得教育部的正式批准 这所有着高等教育改革试验田之称的高校 终于转正 在他迎来众多祝贺的同时 也有人质疑他 还会不会继续坚持去行政化和自主招生 2009年深圳市政府创办的南方科技大学横空出世 他在招生和教学中做了多项尝试 招收高二学生 采取631招生模式 自授学位等等 其中的631模式是招生成绩 按照60%的高考成绩 加30%学校的能力测试 加10%平时成综综合计算 这套录取模式 与国内绝大多数高校高考录取模式相比 大不相同 这个是一个倒向 就是我们这种方法吧 是给中国的高考制度探录 未来的高考 就高等学校录取啊 一定要把平时成绩的因素加在里头才行 只有我们这样做了 做坚持了多年 而且以后逐步推广了 中学都明白 平时成绩对高考招生也很重要 于是大家都统一 都重视平时成绩 这样的我们国家的高考改革才能成功 2013年南科大的招生省份 由2012年的8个省份 扩大到14个省份 报考人数达到2700多人 针对今年的自主招生 南科大在学生高考后增加一轮面试 进入10%的平时成绩中 南科大校长朱青石表示 这种把学生创新能力和素质 引进高考的分数里 高数的学生不仅学习成绩好 而且创新能力也比较强 还有一种方式是 也不用说考得这么频繁 我平常有学分制 我的语文学分修够了 我的外语学分修够了 我就可以以这个成绩 作为参加高考的一个基础 等到高考那一关 可能只考你 具体你要考哪个专业的课程 像语文数学外语 平常你学分的修够 可以推进学分制 所以你这样去改革高考 你才可能谈到 不分文理科 有人说 现在教育规划发展纲要 包括教育部 还有中央各部委 也曾经对于将来 招生考试分离 推进素质教 都有过明确规定 咱就搞呗 就改革高考呗 其实改革高考的最大阻力是什么 并不是现在我们看制度设计 我倒认为制度设计 相关专家做到一块研究 很快能研究出个办法 各个部门正在制定方案 按照正常的情况下 应该是2014年 这个方案应该是能出来 那么2014年进入高中的 这一波学生 有可能就是依照这种系统 每个学生 都知道这种系统 都像是2014年 这种系统 是2014年 是2014年 的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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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